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姨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啊 还没见过大总裁呢 这小伙儿 怎么长得这么帅呀 那像老好的了呀 老人才啊 真是 真是老好的呀 这个就是总裁呀 真是的 不容易 不容易 阿姨 小孟回来了 你怎么现在 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 说明我们有缘啊 哎呀 你们都认识的 我来说 那你们聊啊 有空啊 到阿姨家来玩 阿姨做糖醋排骨啊 特别好吃 有空来啊 好 有空来啊 没问题 走走走走走 姐姐再见 来 莫学长好巧啊 琪琪 你怎么回来了 正好家里有点事 回来住两天 我太太去哪里 就不劳莫总你飞轻了吧 谢谢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找我 毕竟在这里 莫可比尹总熟悉多了 我太太有什么事 就不麻烦莫总 放心吧 学长 都处理好了 都是朋友 不必那么客气 我们先走一步 莫总 自便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怂啊 我怎么了 你是他岳父 你去找他求情啊 总不见得逼着你还钱吧 还岳父呢 这不已经离婚了吗 那女儿还是你亲生的呀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那你说怎么办 我再想想办法 您好 您是顾小姐的父亲吗 是啊 你是 我是记者 今天过来呢 是想跟您了解一下 顾小姐的成长历程 我没那个女儿 我们是有采访费的 不过费用的多少 取决于您提供信息的价值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走走走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 这个莫子欣怎么还住在这里 对 隐魂不散的 你这事是过不去了 人家莫子欣老家就在这儿 人家休息了回来住两天怎么了 而且人家和邻居的关系 都处得特别好 嗯 人缘关系是挺好 你嫉妒 我嫉妒什么呀 不就是嘴甜而已 谁不会 你们回来了 妈 妈 有什么我能帮您做 没事 妈行 这要挺顺口 我要的都买回来了吗 都买回来了吗 对了 妈 离婚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您就在眉山住下吧 然后在这里再开一家新的洗衣店 店面我已经找人找好了 而且我还给家里 买了一些新的家具和家店 这几天陆陆续续就回到 辛苦你了 司辰 不会 为了这个事情啊 耽误你不少时间 我知道你跟希希都挺忙的 要不你们俩先回去吧 不用 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陪希希 在这里再小住几天 谁答应你了 好好好 你们想吃什么 妈给你们做 妈你怎么向着她呀 妈 您今天忙活了一天 要不 今天就要顾希希做顿饭 嗯 对对对 表现表现 今天你做饭 行 你们想吃什么 我去买 要不我陪她一块去吧 不然我怕她 买一些我不爱吃的东西 妈 今天就吃山药炖苦瓜 行 好 行行行 平常那个酱油吗 我都 我都 你干嘛 买酱油 拿这么多干什么 你要买一种 做菜也方便啊 哎 酱油这种东西呢 买一瓶可以用很久的 不需要买那么多 拜托您有一点点的常识 行不行 不是我 看送吗 平时都是每一种都买 嗯 对不起 我刚正一下 拜托您有一点百姓的常识 行不行 那买哪瓶啊 最便宜的那种啊 便宜没好货 这叫精打细算 你不懂 哎 你拿回去拿回去 快快快 嗯 思辰 来 多吃点儿 谢谢妈 妈你别给她夹 夹了她也不吃 干嘛 妈给我夹菜 你记得了 对我就是吃醋了 我妈都不给我夹 好了好了 我给你夹 谢谢妈 我不吃你夹的 我嫌弃你 你要不吃我给你夹的 你就是不给妈面子 妈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你管我什么逻辑啊 好了好了快吃 妈你看呢 等等 好了快吃 长嘴 妈我要你夹呢 好了好了 鸡蛋再给你 喏 你看你急的 好了吧 妈我还要你给我夹那个吗 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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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板 在想什么呢 嗯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就像是真正的 真正的什么 嗯 就像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 能够这么热热闹闹的吃一顿饭 就在我爸妈之前 没有感受到过 为什么 你也知道我们家有很多规矩 有很多束缚 有很多束缚 连吃一顿饭都有很多要求 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 凭您的体验 polit育 却blem m 下面 stopped